塞尔维亚大球项目是否开始崛起 替你郎老师说一说 这个塞尔维亚的体育 不是是否崛起 人家一直就没下来过 他中间是沉沉一段是因为什么 因为南斯拉夫出问题了 这个四分五裂嘛 咱大伙都知道 就是我们国家也曾经在这方面 受到过一些危害 就是炸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 咱们不有几个记者殉职了 就那一段时间 那个前南地区体育受的打击非常大 你像92年欧洲杯 那么就本来要在南斯拉夫 后来就临时改到丹麦去了 南斯拉夫也受罚 没能去比赛 结果那一届我们都知道 丹麦创造了安东城同化 大小劳德鲁普 舒梅切尔那一届 最后得了92欧洲杯冠军 就那个时期 前南这些国家 由于分裂战争 各种各样的方式 就是国际各个单向体育联会 对他们都进行了处防 这个比较典型的 我记得是 乒乓球 排球 篮球 就这些我们熟悉的大象 前南地区都被一些 单向联会处罚过 或者取消主场资格 或者取消参赛资格 而且四分五略之后 你觉得原来一个统一的国家 组织一个国家队 那可以说力量特别集中 一旦分裂了 他一定受影响 你最典型的 咱们都知道 篮球还有一个了不起国家 立陶宛 立陶宛 爱沙尼亚 波罗的亚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这个被称为波罗的海三国 他在那个独立之前 一直属于前苏联 咱们都知道 有几个很有名的球员 你像这个 萨布尼斯 那就立陶宛的 就原来前苏联的篮球 在国际上是非常厉害的 多次拿二汇冠军 和世影赛冠军 但前苏联的主力球员里头 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立陶宛 所以等分裂之后呢 俄罗斯 你发现 俄罗斯队和立陶宛队 有时候俄罗斯队 是干不过立陶宛队 立陶宛队 现在的高手也很多 包括原来曾经效力到 他一分裂之后 整个实力肯定弱了 就像我们说 搞职业足球 原来职业足球之前 辽宁队得多狠呢 那拿多少次冠军 十连冠 一搞职业足球 变成什么 城市依托 就变成比方说 沈阳队呢 大连队 这些大连一独立出来 因为原来辽宁队里头 有一半的主力球员 是来自大连 这一分开 你看辽宁足球 整体的实力 他肯定会往下削弱 那么同样这个 三大球上 像萨尔维亚 他分裂之后呢 两个最大的 这个分开的国家 一个萨尔维亚 一个克罗蒂亚 就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嘛 80年代时候 88年的世情赛 当时是南萨埔队 击败了美国队 美国队的高手里头 大卫罗维逊 就是那届的海军中尉 那个当时南萨埔队 是拉德加 迪瓦茨 那个库科奇 彼得洛维奇 就这些 你昨天这些人水平得多高 后来都成为 NBA各个队的主力 那么他们分开了 一分开这实地就弱了 但是这个地方是盛产体育天才 你看他三大球特点是什么 有一次这个 国际排联 为了能够让这个比赛更好看 有人提议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发球过来 扣球过来 你们得这么去接嘛 去救球 这么救球有时候都来不及 所以有时候南排呢 咔一下就扣死了 回合少了 怎么办 准许你搁脚接 这扣球下来 啪搁脚一垫 垫起来 接着在组着 就救球和益传 可以这么干 结果这个一出台呢 欧洲各个队普遍欢迎 南美也欢迎 为啥 这两个地区人足球提的好了 那脚法非常细 完了其他亚洲的 不干不干不干 我们这不行 尤其中国队更不干 中国队问题一搁脚 今天才能把球熏臭了 所以他都不行 所以这个就是前南地区人 最欢迎 因为这个地方 你说他足球出了多少人 咱就说带起字的 斯特伊科为奇 米哈伊洛为奇 米亚托为奇 米洛舍为奇 萨维切为奇 什么巴尔干火枪手 潘彩夫 普勒辛内斯基 就这个地区出了多少 世界级的大球星 这足球 排球 不用说了 咱们看塞尔维亚的 这个女排 其实原来前南地区 的南排水平也非常高 那个他的足球 刚才我说 这个参加欧洲杯三 什么都看到 篮球一直世界领先 顶尖的 所以这个地方 盛产体育天在 他从来体育就没下去过 你包括咱们现在值的 小德 德克为奇 在网球领域里 相当厉害 所以他从来就没下去过 只不过是因为战乱 导致和分裂 导致这个国家的 体育组织出现问题 你像咱们说伊拉克 伊拉克足球很厉害的 但是他发生过几起战争 那对他的国家队 肯定是有影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